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正進行考察廣東行程 明天還會出席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週年慶祝大典 而在昨天他到訪了潮州那樹參觀當地的廠房 期間他提到中國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到底有什麼玄機呢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習近平的講話是這樣的 他說現在中國遇到一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就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就是自主創新的自力更生 領會黨中央的戰略意圖 找好簡準自己的定位 為國家的富強和現代化 作出各自的貢獻 實際這個自力更生 早在老毛的年代都已經提出過 當時老毛就說 中國要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來到今時今日又再提出自力更生 其實就是配合大陸所力推的 國內大循環經濟而言 習近平還提到 說中國不但不會和世界脫勾 相反還要做逆全球化的逆行者 黨八股真的很喜歡用這種雙重否定語句 逆全球化的逆行者 那麼複雜 其實就是全球化的推行者 更容易理解 只不過由於他這句說話的主體 是針對美國來說 因為大陸認為美國 就是在搞所謂的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 在做一些逆全球化的行為 所以他就要 做一個逆全球化的逆行者 另外他又提到 中國是不會和世界脫勾的 但是這句說話的語境是很奇怪的 因為是否脫勾 就是在乎雙方的互動過程 你說不和別人脫勾 那到底人家想不想和你脫勾呢 這個就並非在中國的掌握之中 當然他這句說話 其實就是想 針對美國 因為美國 因為特朗普經常說想和中國 在多方面都脫勾 金融有脫勾 科技有脫勾 但是說這句說話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搞到中國 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罵得不愉快 特朗普強調這一點 事實上 到底世界會不會和中國脫勾 都是看美國的大選結果 究竟是怎樣 好了 至於有些人認為 這次習近平的南巡 是效法鄧小平當年南巡的方式 我認為這個說法都適合了一半 這只是說經濟路線 因為深圳市剛好說要搞一個擴大開放的五年改革方案 但是他在政治上其實就是在效法毛澤東的路線 他又一人集權 現在又學足毛澤東提倡 什麼自力更生 當年鄧小平南巡 就有一個背景 他在1992年的時候 其實 就在討論一個所謂性知性社的問題 當然這個表面就叫做路線之爭 但是底蘊其實都是派系鬥爭 權力鬥爭 說到最後就是利益的鬥爭 當時鄧小平就借著這個南巡 來一錘定音 就說要搞這個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就是要搞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使得當年反距的人都沒有聲出 完全就收爹了 從當時開始就已經奠定了中國要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 至於習近平這次的南巡 就配合深圳的五年改革方案 說要擴大開放 但是中國搞市場經濟都已經搞了三十幾年了 市場經濟其實到最後歸根結底 就要以一個自由的氛圍作為基礎 但是中國往往就是充斥著太多的限制 而且在近這幾年 那些限制還越來越嚴謹 根本上就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 比如說要發展研究一些高薪科技 那一定就要有一個學術自由的氛圍 否則你在這個象牙塔裏面做什麼都綁手綁腳的時候 這個進度一定就是會慢過外國 因為你什麼都要審批一頓 好了 比如說這個文藝創作就算了 如果要有些優秀的電影小說等等 你一定就有一個 創作自由的氛圍 如果什麼都說要言論審查 又或者是那個作者自己都自我審查的時候 怎麼會有好的作品出來才行 當自由的氛圍不斷地收窄 市場經濟規模想發大都很難 當然中國最自由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選業的自由 究竟那些知識青年還要上山下鄉 然後又要被上級去分配你去哪個單位做事 現在就改革開放了 你喜歡選哪份工種就去哪裏做 但是呢 對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 你只有選業的自由 好了現在最熱烘烘的一個話題就是 究竟深圳能不能夠取代香港 我們姑且討論過很多次 但是你要取代香港 你就必先是要取信於國際社會 之前在09年的時候 上海又說不知道要在幾年之內 就是取代倫敦的 然後又有全國很多的城市 又說要取代香港 澳門又說要發展成為金融中心 海南島又說要發展成自貿區 深圳又說取代香港 說了很多年 總之邊隊又說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說了九百多次 但是每次都不成事 就是因為外資企業對於大陸是沒有信心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如果是有信心的話 你搞了出來 不用在那裡口吵吵吵 為什麼沒有信心呢 外資企業就是用錢來投票的 現在有一些科技企業 就已經慢慢地 將他們的產業鏈撤出中國 比如說蘋果五絲算 他們就已經去到 印度的樹切廠 遲些iPhone就是Made in India 這些是不是用錢投票 連廠房都搬走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就是因為武廢大流行之後 有些外資企業都覺得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產業鏈 放在同一個地方的時候 分分鐘就會分散不了風險 就是信任的問題 昨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新聞吹風會上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翁傑明就提到 說從來沒有在國企和民企的 兼聘重組之間設置界限 是支持國企和民企的 相互兼聘重組 一聽到這堆東西 大家都肯定會有感覺 究竟是不是又在搞50年代的 所謂公私合營的前奏 有些中國組曾經訪問過大陸一些民企老闆 連那些民企老闆都不願意搞什麼公私合營 很簡單 第一 就是作為一家民企的老闆 他完全是說了事 他就有一個很大的彈性和自由度 是一家獨立自主的企業 如果跟你那個公私合營的時候 引入了一些國家的資本 變成有什麼決定的時候 都要請示上級 一定會令到行政程序 是非常之湧長和沒有效率 這是必然的 歷史上已經是發生過這些事情 清朝一鋪 新中國50年代的時候 公私合營有一鋪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本身作為一個民企老闆 當然他賺了那些錢就自己落袋 那些股東就是對分 但是跟你公私合營的時候 變成是幫你賺錢 無厘頭怎麼會肯同你這樣做 一個民企老闆他賺錢的動力就是 源自於賺了那些錢 會落自己的袋子 這些什麼公私合營 由周潮開始的那個井田祭 已經證實了是不行的 井田祭就是一塊田 畫個井字 周邊的八塊田就叫做絲田 那些的農產就落自己的袋子 中間那塊就是工田 工田永遠沒有人耕 因為耕了 只會是那個公家收入 大家就隨便耕耕 隨便宣訴 所以這些什麼公私合營 在三四年前的周潮 已經證實了不行 好了 至於為什麼大陸說要支持 國企和民企的所謂商戶兼聘重組呢 他們是有原因的 就說可以提升企業競爭力 避免企業之間的無罪競爭 適度提升產業競爭度 以及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問題就是歷史證實了 這些東西是不行的 比如說清朝 當時有很多叫做民辦的工廠 比如說紡織廠 礦場 好了 清朝政府看到 你這些民辦企業 怎麼這麼賺錢 他就收回來做 一收回來做的時候 然後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你官辦的企業 始終來說 那個效率就一定是差的 而且就一定會流於官僚主義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國家的官員 清朝的時候 我講 他一定會貪污腐敗的 為什麼呢 他做這個位置 做廠長也好 做監督也好 他是撈油水 他就是上下其手 因為就算你那家的工廠 賺到錢 對他也沒有作用 他那個朝廷諷錄是多少就多少 窩可 所以一定就會出現一些腐敗的情況 因為就沒有一個有效的監管制度 現代那些上市公司又不同 現代的上市公司 很多股東 買股票就已經是股東了 至於請回來的那些董事局成員 全部都是出一份糧 當然 連你還會分很大塊的花行 為什麼那些人會有動力幫你賺錢呢 不是因為他不自私 有得貪他都會貪 但是有一個監管的制度下 使得他就不能夠貪你所有的錢 但是清朝就不同 哪有監管制度呢 就算是那些百姓發現了你有貪腐的情況 去舉報你 在那裡敲鑼打鼓找青天大老爺 分分鐘就被牙差捉你 說你尋印之事 所以官辦是一定失敗的 如果當初官辦是成功的 就不會有民辦出現 多餘的 如果這樣都可以 計劃經濟都可以 不用搞這個 市場經濟 是不是 所以大陸現在一方面又說要擴大開放 但是另一方面又好像在開倒車 你說對於那些外資企業來說 他是怎樣來去抉擇 當然現在那些國企和民企之間的重組 或者所謂的國進民退 主要都是針對大陸的資本企業 跟外資企業就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現在還沒消到他那一疊 他打本入去做生意都要做一個風險評估的 所以經常就說 哪裏要取代香港 又說深圳要取代香港 你取代香港的先決條件就是要使得那些外國政府和外資企業 相信你那套制度是給香港優勝 否則的話 說到下個世紀 都是搞不定的 話說回來 香港在兩制之下的那些固有優勢還可以撐得多久呢 也是一個問題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消聽 拜拜 拜拜